年底有不少的天王天后都发新专辑 而歌神张学友同样搭上了这波的热潮 在今天他特地来台宣传 目前来看到最新的情况 请记者连雅慧来告诉我们 雅慧 好主播今天歌神张学友呢 今天特地来到台北这边来宣传他的新专辑 不过因为年底呢 其实有很多天王天后都陆续来发片 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张学友也表示了 其他这一张专辑里面 他特别的用心 而且呢砸重金来超到来制作 还将专辑我们立刻来听一下 现场画面 可以听到尽管已经封麦七年了 但是呢歌神张学友今天唱起歌来 还是让现场呢都是如痴如醉哦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整段访谈中间呢 歌神张学友表示他自己真的相当的紧张 因为已经太久没有面对这么大阵仗的媒体了 他说唱歌的时候呢 差一点点的就要来忘词了 不过呢今天呢 除了有歌神张学的歌神之外呢 其实他们之前在香港四大天王 像是刘德华 黎明 郭富城等等 也都特地的录制影片来力挺他哦 那今天呢总共有港台30位巨星 特别录制的影片要来力挺 就是歌神终于再度回到荧光幕前 唱歌给大家听 那以上呢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玄境头交还给彭磊主播 好 这是张学友呢 新发片 今天特地来到台湾宣传